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4.8新角色的吊香师定位线槽五星 4.7卡时公开 仆人前脚复刻,后脚背包 元神,利普 5.0纳塔角色等级突破100级 5.0白银来画质升级等优化 火神火神童形象力会建模首爆 元神4.7的卡池已经确定了 上半是克洛林德加海哥 下半是西格文加水神 水神拉到4.7才复刻 是有点迟 有点硬要拉其他角色流水的意思 当然这里的克洛林德还是值得下手的 但是西格文的作用很有意思 就是能够提升水神召唤物的输出 意义上是辅助的辅助 这个硬要优化白族 4.7版本所有的信息都出来了 现在的热度都去到4.8版本 作为5.0纳塔的过渡版本 空降角色成为末版本的惯例 据悉,4.8版本将会空降新的角色 调香师 早期有消息放出 说调香师是魔女会的 现在,谢包信息得知 其实这个调香师并非魔女会 而是真正的空降 没有什么背景的角色 而魔女会将会在5.0纳塔才会登场 而这个调香师已经确定是5星限定草 根据复刻角色的时间 4.8版本卡池就只有调香师是新的5星角色 其他三个均为复刻角色 4.8上半是调香师加莱欧 下半是纳维亚加尼路 尼路已经很久没有复刻了 而纳维亚和莱欧作为封担角色 赶上最后的班车出场露面 而调香师是作为版本末 最后一个新限定5星来报玩家金币 或者是吊住玩家的胃口 支撑了一下版本的热度 从封担现在出场和未来出场的西哥文 和克洛琳德的元素来看 现在就差草系没有出 所以这个调香师一定是草系5星 而机制是精通系 大概和新的燃烧套有关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封担的草系伊哥海森刚刚复刻 这次新草系5星 基本是要报海哥金币了 本来封担的数值就膨胀 如果新草系5星的强度不如虚迷 根本就没有人抽 所以这次海森这个驾驶员 很可能被替代 或者直接上草队巅峰位置扒下来 正所谓前脚刚复刻 后脚就被爆 不过这种情况 符合原神角色的强度设计 目前已经基本确认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上半 克洛琳德 艾尔海森 下半 西格文 弗宁娜 说一下4.7下半卡池 如果你同时喜欢西格文 弗宁娜 那么下午弃池就还不算亏 如果你只想要弗宁娜的专武 那就得想好再抽吧 关于纳塔的新消息 请看上图 一些关于纳塔的新消息 5.0版本开放的纳塔新地图大小 几乎等于3月1日所开放的虚迷地图大小 纳塔有快速探索的神奇机制等待 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 火神身高大概比弗宁娜 高出一个可丽的帽子 可以看上图的参考 合着跟琴一样高倍火神童 如上图左下角 疑似火神童的外观 包括上面的所有的女角色 均为火神童人图 大家可以简单参考一下 坐等纳塔巴骏图曝光 原神5.0开放100集 终于要来了吗 如上图 原神5.0版本后 所有角色都可升至100集 好家伙 角色强度和怪物强度都要膨胀了 是吧 如果角色真的可以升到100集 那么天赋 武器呢 还有大世界的怪物等级呢 90升100集 这所需的经验书 摩拉数量等 也是难以小象 大家可以再等等后续 别到时候 又被辟谣是假的消息 原神5.0版本优化 如上图到了5.0版本后 游戏中的图标分辨率将会提高 包括粉球 原石 结晶图标等 难怪之前 原神官方发布公告说 要抛弃五年前的旗舰处理器 看来游戏中要提升画质的地方不少 老处理器带不动了呀 以上就是今天的爆料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 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